中国女排在机场进行最后一次合影 今天网友爆料 在带高乐机会准备回国的中国女排队员们进行了合影 而下飞机后 他们就将回到各自的省队 由于朱婷 张长宁未来退出国家队 所以这是这批队员最后的合影了吧 女排输给土耳其无缘奥运四强后 中国女排也进入了至暗时代 历史上第一次连续两届奥运会无缘领奖台 也是历史第一次在一个奥运周期里 没有三大赛奖牌入账 最黑暗的伦敦至少也有一枚铜牌 直接拿到奥运资格了 而且女排从1984到2004再到2024 当中两个20年现在也可以正式宣告 老女排的福利结束了 老女排五连贯之后 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小组出局 郎平回国之教重整旗鼓 1996年奥运会银牌 1998年世锦赛银牌都被当年老谷巴压了一头 银牌的成绩是高于我们自身综合实力的 而2000悉尼八强被淘汰 老女排陪打教练 郎平亚特兰大时期第一助理教练 陈忠和接棒打造了黄金一带 2001至2008取得了奥运会金牌 和铜牌和世界杯金牌 到了2012伦敦八强被淘汰后 郎平再次执掌队伍 创造了两个周期三金一银二铜的传奇 并留下了一批可继续征战巴黎奥运的运动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04年雅典决赛开始看 到陈忠和08年后卸任 女排彻底沦为三流都不入的球队 再到2013年郎导接手 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郎平肯接手 礼约的风在巴黎吹散后 我们可能很难 至少在很多年里 都很难再等到第二个陈岛 或者狼岛一样的教练了 所以说第一代黄金一代的福利 彻底结束了 目前我们需要新的黄金一代站出来 希望04年的女排队员们 可以进入教练组 希望陈忠和时期的女排队员 能站出来扛起女排大旗 其实我们从东京就在喊 第二代女排冠军要站出来 而杨浩也明确表示过 只要国家队需要 她一定来 笔者认为 没有人比中国女排更爱中国女排了 现在就看总局和排管中心的决心和态度了 目前国内教练是选不出来了 给黄金一代机会吧 虽然就算杨浩等女排队员当主教练 也无法改变赛人等问题 起码临场指挥和阅读比赛能力会强很多 不会拉球员后腿